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瞬间天堂到地狱 跌落后的她如何面对这残酷的次语 敬请收看本期《天下女人》 舞者留言与你分享 当命运关上一扇门 首先我们把掌声也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光临 刚才刘朔还说 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 你看都饱吃光 都特别漂亮 是吧 而且我怎么看到好几位 对 都具有这个舞蹈家的气质 你比如说这个挺拔 肥大的上衣 特别细的裤子 小时候练舞蹈我们就爱穿这种衣服 真的 就是人群中放野望去 这小孩是学舞蹈的 这一下就能看出来 没错 那其实说到今天的我们这个话题 我首先的一个感慨就是觉得 这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好像2008年奥运会 就是昨天的事 怎么伦敦又开始办了呢 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那是因为可能我们忙于 各种各样的杂乱的事情 但是我想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说 这四年的日子是一天天数着过的 他的故事可能要从四年前 我们开始说起吧 来 先看个小片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况空前 其中唯一的独舞思路 更是吸引了全球60亿人的目光 然而如果不发生那场意外 我们原本看到的会是另一个舞者 在斑蓝画卷上翩翩起舞 她叫刘炎 曾是令人羡慕的某女郎 全国舞蹈大赛金奖获得者 7月27日晚 离奥运会正式开幕还有12天 刘炎像平常一样在鸟巢排练 当他轻盈地从电子保纸上 腾跳到另一个平台时 平台却提前磨动了 猝不及防的刘炎 从近三米高的平台上摔了下去 命运和刘炎开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的玩笑 这一次意外 将这名年轻的舞者 在这一段时候心中还有波澜吗 对 还会 还会觉得很痛 然后包括小片当中 有之前自己跳舞的镜头 胭脂扣 我最近有专门去看 搜我所有的舞剧 就原来跳舞的时候的视频 就还是会 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掩饰的 会很痛 很痛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主持人是挺无语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 无论去怎么试图理解 你都不可能设身处地地 想到那种痛 那种不光是身体的痛 还有那种在 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而且还正在即将绽放的时候 突然这个梦想 发生了一个变故 突然命运发生了一种转折 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我觉得不是一件事的终止 是基本上 因为我觉得舞者有一点 就是你是靠身体来工作的 然后你忽然之间 你的身体不能动的 实际就是终止你的一个视野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看自己原来跳舞很痛 就是痛在这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 伪装自己的情绪 如果让我现在还能动 我还会跳舞的 那时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你跳到最兴奋 最嗨望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就我很自信 就我自信到 我觉得不管是舞剧也好 或者是一个大兴晚会 只要我在台上就OK 就我很会有那种 为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尤其当我当演员以后 也有就历届大赛获奖 我会觉得一次一次的被认可 但我这种被认可 是特别遇挫折的那种被认可 我在大三时候的 他们叫我二等奖专业户 为什么呢 就我所有大赛全部是二等奖 我就没得过金奖 我是在93年学舞蹈 进了舞蹈学院 然后到2005年 才拿到自己人生当中 第一个金奖 所以我觉得我的那种自信和 或者说自己的那种 在舞台上的光彩 是经过 磨出来的 对 是经过磨难的 是经过风雨的 或者说是经过阴霾的 然后忽然之间有过 然后就是 比如我当舞蹈演员那六年 我觉得我是就超级的自信 我特别自信 超级的自信 我觉得所以我就是 看到了 就因为我也学过舞蹈 所以我就经常会那个 忍不住想象 跟你同在一个台上的那种感觉 假如我是伴舞 然后你是主舞的话 你是领舞的话 你就会让我感到有一种 特别压迫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想问你 就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对别人造成 一个特别大的那种 压迫感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看待 就是你的那些群众演员呢 或者是台下的那些导演 在那个时候的 你的那种状态当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你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理念 就是我博客那个名字 就是一个人跳 那是不是就按老百姓话说 就比较独呢 对 就比较独 然后就比较强势 我现在回想是有一点霸道 我们有一年是参加CCTV4的一个海峡两岸的一个晚会 然后那个整个的它是一个大型的歌会 但它穿插了一个半个小时30分钟的一个舞剧在里面 它演绎的是什么 是妈祖 然后在演绎这个角色当中 有一段舞有一个场景就设计 就是说我站在所有人的前面 后面有30多个女舞蹈演员 那这个场景就是好像 妈祖好像在那个踏水而来的感觉 就是它好像因为它带有神性 就是它我自己梦幻的那个场景 就好像海浪在后面飘着 然后你是妈祖的那个形象 然后你慢慢踏浪而来的那种感觉 大概有那一点点场景有三分多 就导演就跟我讲说就要很写意 非常美美 显示妈祖的那种神性母性气质 那么他希望我自己设计动作 我就精心设计了一个上午 等下午合成的时候 在盘练厅里 因为盘练厅是这样 前面是镜子 后面我们是演员 然后《群舞演员》来之前 导演在那我就给他跳了一遍 哇 好棒啊 好吧 他说真的很棒 我说太好了 然后《群舞演员》都来了 三十多个都排好了 因为是这样 早上我们分开练 就是早上我练我的 他们排他们的 最后再合 合 一合 刚跳完第一遍 然后我就停下 我就叫答应 我说来来来 出来 你是这么叫 答应来 过来 太牛了吧 然后所有《群舞演员》都等着 然后我就把他叫出来 因为我觉得当那大家说不好 后来一出门 我一关那连工房门 我说让他们都不要动 他说什么 我说别动 我说听懂了吗 不要动 我还听懂了吗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一段 简短的舞蹈的时候 我是觉得三分当中 你没有办法就说大幅度 又跳又转又翻 所以很多那个动作吧 就是很细 比如说在手部的 包括脸部的 然后脚尖的一点点就是微动作的 微身体员的动作来的 然后《群舞》是这样 就是见到镜子里那个场景 我就疯掉了 因为我所有的戏的动作 全部被《群舞》的那个大幅度动作 被盖掉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在艺术上 是会跟导演探讨或者是 其实也不仅仅是说 个人的一个表现 或者观众的注意力 也有你对那一个场景的 一个艺术的设计和审美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想到说 这样给到镜头的时候 完全什么都看不到了 因为全部是大家的手和脚 所以我特别希望 比如说我会建议他 就所有人都是站着 然后他们只是手臂 或者所有人站着 都是巴巴巴巴巴巴 把脚一个一个一个抬出来 就是我会给他建议 但不要大幅度动 但人家练半天不会那个 对 就导演会 他会迟疑 这个时候就像邱薇姐说 那我给排了一早上 那你一句话我就要改吗 他会也会不高兴 而且你那时候 他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演员 演员 对不对 小舞蹈演员 也不是说是老门老前辈 您说的是 我去改 是吧 我小丫头骗子 然后就我在想的 可能心里就会那样想 他就会这样想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很坚持 我说你去改吧 我说我自己再去把我的动作练一遍 太牛了 他就很无语 对 后来呢 最后改了吗 后来还是改了 太有意思了 但我觉得你当时那个态度特别牛 有对艺术的那种认真 但是你现在想起来 是不是也有点傲 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那天我们还在谈 就是说可能好的 在艺术上有想法的人 都会有一点点强势 那么自己一点点强势 可能铸成在舞台上气场 你必须要这样 否则你弱下去的时候没有你 那假许说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处理 因为我相信你一直是一个 对艺术挺坚持的人 现在变化很大 我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然后如果要是在艺术上的话 我希望能够探讨 能够大家一块说一说 但我绝对会想到 我说他会怎么想 他会不舒服的 我也许会选择不说 这是现在的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无论是相貌 天赋 还是这种练习 都已经达到了某种极致的时候 我觉得骄傲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甚至觉得 如果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那一份骄傲 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事故 就白年轻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人对于年轻 是可以容忍他的狂傲的 我甚至觉得 那个是一个应该有一点狂傲的 年轻就该骄傲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般说起 这个适才放旷这个词吧 还带有着相当的这个保抑 和那种推崇的感觉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你那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那种状态 所以对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奥运的这个事情 我也前后都参与了很多 当我听说 就是有个女孩子被跳来跳 做到唯一的一段独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女孩子 是不是特别好关系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因为所有的人当然都渴望这样一个舞台 这样的一种眼光 几十亿的人的眼光 所以最终你被挑选出 要做这一段独舞的时候 你对于自己未来的那个设想 对于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 这个世界 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反正被选中我自己当时的感觉 虽然我在年轻的舞蹈演员里 算不错的 但我自己又觉得 我反应是不可能 我是不相信的 我真的不相信 包括实际我最早是在07年的12月 就接到澳洲委运营中心的电话 通知我去排练 排了大概快小一个月 那段不是现在的思路 是另外一个创意 就是长杆登陆的一段 中国的古典舞 然后因为排练的导演 虽然我是认识的 但我仍旧不相信是澳洲委 就我不相信他上奥运会的 我想本来是不是没有排练费 或者没有演出费 在这忽悠我排完 还有可能 对 我会这样想 然后直至 就我大概排了快一个月 张艺谋老师来带着团队审查的时候 我觉得 真是吗 真的 这事是真的吗 就这种感觉 但那次很让我伤心 就是07年年底 艺谋老师看完那次 整个把那一段砍掉 就是他说不要了 不要 就是导演组通知我说 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 我说是把我拿掉换演员 是吧 我不够优秀了 你看他这表情 你看他首先这么像 而且表情特别的一个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女士 是有点好逗的 我觉得甚至失去 那个奥运会的表演机会都比 都不如就是别人替代他这件事来得更为刺激 我也当さん的话 特别 burcton 我对 我当时那不想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我是就告诉我说 不是 他说那一段都被取掉了 是这段的 WITH 创意换了 然后我就还有点欣慰 有点儿 我觉得还有 2007年年底12月 然後就讓我休息了 休息以後我當時很忙 就有好多舞劇 還有大興晚會 我覺得就忙自己的去了 會有那麼一點不舒服 但很快放下了 因為很忙嘛 就很充實 很快08年的3月份 他們又給我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的時候 那個急劇誘惑裡說 哎呦 這次這創意更牛 所有人都在你腳底下 我覺得這導演也特別瞭解你的心思 就是覺得這樣一下 特別能夠滿足一個 舞蹈演員的虛榮欣 是不是 是不是 肯定有這種 你當時有沒有 那我考慮一下 肯定 我也覺得這會 沒有 你當時怎麼說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 就比較年輕 然後也有點直率 真的嗎 我幾點過 就真的 就是這樣 對 就很興奮 我覺得真的 真的 我說那我幾點去 意義中心開會 他們說下午3點過來吧 就是當天早上打電話 下午就去了 迫不及待 那段舞蹈 你覺得美在什麼地方 你在排練的時候 想像著奧運開幕式的 這天晚上自己的這個 演出的時候 有些什麼樣的期待 實際作為我來說 我覺得我是一個 還是不談的協議 實在一點 我覺得我是一個專業舞蹈演員 更多是緊張 我害怕我纏仇字 我害怕我那天 因為我們那個頭是很大 一個大瓶子 金黃色大瓶子 我害怕頭就是 纏字纏在上面 然後我害怕自己那種 技術動作完成得不夠穩 抬腿的時候會晃 就蛛似的 我擔心的還是這些 我並沒有那種 就那個時候就開始想到 我08年要在鏡頭前 要火了 我要真火了 火了 我綻放了 就沒有那些 就更多還是負擔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印象深 是7月11號 7月11號應該是 李安導演來到奧運會看 看彩排 然後他可能看完以後 就專門提醒了一模老師 我這一段的表演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老師們都很細 看似好像 對吧 就說大男人 對 但是他們特別細緻 7月12號的彩排 在晚上8點鐘開始 下午4點多 我們都進入化妝什麼的 因為奧運會那個 就我們準備都會很早 提早好幾個小時 然後我化完妝 大家吃飯的時候 就被一蒙老師助理 叫到她的那個會議室了 她就大概跟我單獨談了好久 她告訴我 她說 她說昨天李安來了 專門提到你這一段的表演 她說你不要覺得 好像鳥巢很大 所有人看到的 只是你的手和腳 她說奧運會當天 200多個級位 這首全部對著你的臉 她說你有想過嗎 她也有可能全部對著你的手 也有可能全部對著你的腳 她說所有每一個細節 她說你啊 我現在沒有辦法走過去 下午三個眼神 她就忽然 她說你就覺得她就會站到你 她忽然這樣 她說你就覺得 人都離這麼近看你啊 看你表演 而不是離得好像你在 體育場 體育館 我這甩仇子吧 對 我這表情無所謂 她你那個所有的一批一笑 全部要講究 對我印象深的我覺得 好像那一次的交流有起的 我會一下改變我舞蹈表演的 一個概念 因為確實舞蹈演員會肢體上 比如說了解 就是說當舞蹈演員 就更注重自己的大的線條 對 而且你關注是現場的觀眾的 對 那種感受是吧 對 實際在傳遞符號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微小的東西都那麼重要 我覺得那一次雖然說 我7月27號沒有能登台 但是在12號這次交流的時候 她一直這樣告訴我會覺得 你回去是不是就對著鏡子 練半天表情 我一直練 我真的練 真的 就連 我給你打一個簡單比方 楊嵐姐 就是一出場 她有一個這樣雙籌這樣一搭 然後現在這個腳沒法做 是點地的動作 原來我這個頭巴就是這樣 這樣回過來 然後她給我糾正完了以後 你看我這個頭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有節奏的助力 有節奏的 對 就是會變化 這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就是這麼一點小細節 就決定了這個表演的感染力 有那麼多的不同 因為我覺得 就是剛才我聽到一個細節 就是你連這個籌子 會不會纏到頭髮這個事情 其實都考量進去了 那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怎麼會出了這麼一樣的一個事故 因為我覺得應該你自己也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你對這些又有要求 那因為我不了解這個 你還真不是她能控的 對 我覺得人會有一些防範或是什麼 那你這些你想過嗎 實際這個就遷換技術層面這個 我們練了上百次 所以我覺得意外的這個發生 我現在截止到今天我很理性 我覺得我會把這個事情 看成一個意外的事故 那麼這種事故 這是一個概率了 對對對 這是一個概率的問題 然後在大型活動也好 比如說我們日常的車子上 然後飛機上 就這種意外的概率 在生活中是有的 那麼我並不是說好像 現在要給自己一個安慰 就是我必須理性地現在接受 這是一個事故 這是一個事故造成的 就是你有沒有想去追究 那個真正犯錯的人呢 而且我自己也在想 就說如果我希望受傷以後的自己 更好的話 我抱怨是最沒用的一個防範部 我哭一場呢 我哭了我還發泄一下 我抱怨我怎麼辦 然後半夜四點那天是 我就跟阿姨說說 阿姨我吃安眠藥 我坐在床上 我就感覺我的頭砰一下 因為她手臂夾著我 會捂住我的耳朵 就是她很大聲地哭 但那天晚上第一我沒砸 然後第二我沒哭 我特感動 然後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年輕的時候 我美的時候 你都看過呀 我中年的時候 我去勞作的時候 你也都看了 我老了你也看著 所以我的真實的人生 你就是我的見證 那麼我現在身體不好 我也有一度很自卑 包括我現在我也不自信 我還是挺自卑的 但我總覺得應該是 可以找到一種方式 那麼是屬於兩個人的方式 地外的概率在生活中是有的 那麼我並不是說 好像現在要給自己一個安慰 就是我必須理性地 現在接受 這是一個事故 這是一個事故造成的 就是你有沒有想去追究 那個真正犯錯的人呢 我沒有 我跟他們很熟 你知道嗎 楊蘭姐 我們那種 你知道的是誰 底下推台子那九個孩子 一個老師 我們就是後場 我們都在那個 就是那個開河蓋底下 我們在鳥巢的那個地下室裡 都在一塊兒 我們經常一起 我還會經常把籌子鋪在那裡 大家都坐我籌子上 別把衣服弄髒 然後大家都躺在那裡 我們關係很好 小夥子嗎 小夥子 小男孩 對 對 對 所以就事情發生以後 我覺得那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責任 對 那不是一個人的責任 它是整場配合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是 比如說我們說的再細點 你不知道是他推了 還是導演覺得 這時候一定要遷換 你們要快撤場 你不知道他對講機講還是怎麼樣 就是他那裡 你也沒去探究這些細節 對 我覺得那個不能去探究 你連一點抱怨的情緒都沒有嗎 而且如果我覺得 真的是沒有這些人就算了 他還有那些形象 你一點假想的意都沒有嗎 我原來有段時間是想過 就說可能今後會見他們 但後來我覺得這件事順其自然吧 然後你說的這種抱怨的情緒 我覺得可能作為我自己來說 我盡量不允許它進入我的腦子 我在控制 而且我自己也在想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 受傷以後的自己更好的話 我抱怨是最沒用的一個 一個防殺部 我哭一場了 我哭了我還發洩一下 我抱怨我怎麼辦 是 我覺得你這種態度 是特別可尊敬的 但這都是我們的理性在告訴 我們的感性是說 我已經那麼好了 我離一個輝煌就是咫尺之搖 而且我未來的生活 我的事業還有這麼長 到這兒戛然而止 或者轉了一個方向 是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要遇到這種事 肯定是從感情上是很難接受的 這個我覺得大概問為什麼 就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就問自己問了半年吧 真的是我覺得半年的時間 那個是非常糾結的 甚至一天當中會有好幾次 就是情緒比較低谷的時候 因為在任何一個人面對意外的時候 或者說給你的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讓你產生障礙 都會有那種僥倖心理 就覺得不可能 覺得自己是一個幸運兒 然後那麼自信 而且我覺得搞不倒的 都會有那種心理 就是說自己是以身體的各種美好著稱的 就我的身體無所不能 所以就感覺自己的脊髓也無所不能 對 就摔了以後 就肯定會好起來了 肯定有一天站起來了 肯定會有一天站起來 而且醫生會給你一點點 希望在大概半年的時間 它叫脊髓休克期 你會覺得我有可能站起來 像你們一樣 就是說走路 那個時候會 因為每天你都會覺得 你的身體沒有進步 因為腿長在自己身上 你自己最有感覺 就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對 它一點變化都沒有 你每天在期盼它的變化 然後我就會不停地問醫生 我說醫生他如果要開始好的話 會什麼跡象 他就會告訴你 比如說你的腿會麻 你哪一塊會痛 然後我就有時候會真的是 自己去要求自己這樣想 他麻 他會痛 我這是會痛 好像有一點痛 就你這個 但你發現 就是想像出來的 對 發現你真的沒有的時候 就那種東西我就會覺得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沒有 我怎麼可能不恢復 我應該是那種千分之一的 或者萬分之一的幾率 我應該是摔了以後 一萬個人都恢復不了 一個人能恢復 我是那一個 就我會這樣 但直至半年就是 那身體會告訴你 你就是那九千九的那個 所以其實那種沮喪和那種絕望 你並沒有選擇去跟爸媽媽分享 我聽說實際上是在醫院裡 一個做清潔的阿姨跟你分享了這個 你的這種絕望 就是那個時候是每天都住醫院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間 我父母是不在醫院的 然後是有一個護理阿姨在醫院陪我 因為我受傷以後 晚上是需要別人幫忙翻身的 就很折磨人 簡直是晚上人家睡不了覺 那天我記得是應該是 快到09年過年了 那是我最膠著的一段 我感覺自己的 就自己把自己快烤焦了 每天都特別的糾結 晚上我睡不著覺 晚上睡不著覺呢 那時候醫院就會給你開那種 什麼安眠藥啊一類的 那是正常的 就是說你睡不著是正常會給你開些安定 然後半夜四點嘛那天是 我就跟阿姨說說 阿姨我吃安眠藥 阿姨說流眼不能再吃了 你已經吃兩片了 對 她會睡不了 還是劑量已經挺大的了 睡不著 兩片以後還是睡不著 然後我說那不行我得吃 她說那你喝那個安身補腦液吧 就是它會有一種那個滋養的 它不是馬上讓你入睡的 我說行行行 好 我很煩躁嘛我就坐起來 坐起來以後 然後她就把那個瓶子遞給我 喝完以後 因為那時候晚上是不開燈的 就半夜誰起來會開燈 就黑著喝完 然後我當時實在是抑制不住了 我就問了她一句 我說阿姨你掃地嗎 她就 她說對你問這個 然後她說我掃啊 我說我可以把這個瓶子丟到地下嗎 當時實際我沒反應過來 等我說完這句話 你阿姨晚上我坐在床上 我就感覺我的頭砰一下 就她抱著我 後來我就隱隱聽到 因為她手臂夾著我 會捂住我的耳朵 就她很大聲地哭 對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 因為我的情緒就剛才 你們也問我是會不會抱怨什麼 就我是絕對不會 我現在很煩 你們都在這兒我就會失控了 我會拿起這個瓶摔在地下 就我這輩子還沒幹過這個事 但那天你就特別想把那個 玻璃瓶子扔在地上 我想 對 我特別想把那個喝完的 那個小細的玻璃瓶子 砸在地上 但那天晚上第一我沒砸 然後第二我沒哭 你沒哭 對我還是沒哭 連阿姨哭了 阿姨哭了 就阿姨哭了很久 那我在想 我特別喜歡就是換位去想 如果我非常愛的一個人 他經歷了這麼大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是非常嚴格的考驗 說那個嚴格的程度 可能不見得是身體上的 它是一種心靈上的 我要用怎麼樣的一個堅強 我要繼續地愛你 然後我這個愛又要讓你覺得 它是一個平等的 平等的 就是施捨 對 就是那你覺得在愛情這個方面 你自己後來有什麼新的獲得嗎 那麼我現在身體不好 我也有一度很自卑 包括我現在我也不自信 我還是挺自卑的 我也很膽怯 因為我自己身體 我覺得不如很多人 然後有那麼多特殊便利 需要別人照顧 但我總覺得應該是 可以找到一種方式 那麼是屬於兩個人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會很努力 我會很努力 因為我想如果要說很被動 可能這個事情會更糟 不管是對愛情 我的事業 我的工作 我的學習 我都是一個相對 比較努力的那種女孩 所以你也會特別期待 那個人出現什麼 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覺得希望這個人 降臨在你的生活當中 跟你一起走到生命的終點 我覺得這個人肯定就在身邊了 真的 對 而且我現在 我覺得我年齡大了 我不像二十多歲的女孩 就太欺人了 就在我們家面前提示什麼 年齡大 就是我不會童話般地 演繹自己的人生和愛情 就你回頭看 他就在你的身邊 一定是這樣一個人 而不是我今後的人生道路中 不期而遇一個白馬王子 然後就在我身邊推我的輪椅 就我不會 我不幻想這些事情 平平常常生活就很美好 你自己如果聽過 我能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嗎 當然是我臨時想到的 是我前兩天到北戴河 跟一位老作家王猛跟他做了一個專訪 你知道在我們這時代 大家談起愛情的時候 通常帶有一種調侃的和不懈的 那種表現自己的酷 是不是 就我不是那種 好像那種死氣白咧的一定要 或者是還很幼稚地相信愛情的那種人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懷疑的會更多一些 我採訪王猛的時候 他又跟我說 因為他跟他的妻子兩個人十幾歲 就初戀談戀愛 直到今年他妻子去世 然後中間他們經歷過很多的動盪 包括王猛有一段他要自我放逐 就說我們離開北京這個試飛圈吧 我們去新疆吧 那個時候可不是說去了明年回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 不知道未來在哪 然後說他妻子聽到說 好啊 你去哪兒我去哪兒 然後就跟他一塊兒去 在新疆待了16年 然後在今年那個 他妻子要去世的時候 他妻子就說 我覺得我這輩子過得很好 我該吃的苦都吃了 我該愛的都愛了 我覺得我這輩子過得很直 然後王猛就問他就說 你說你怎麼證明你有過真實的人生 你現在這麼老了 你怎麼證明你曾經年輕漂亮過 然後他妻子就風清雲淡地說一句 那不是有你的嗎 我特感動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年輕的時候 我美的時候你都看過 我中年的時候 我去勞作的時候你也都看了 我老了你也看著 所以我的真實的人生 你就是我的見證 你是不是覺得特別感動 我真的 後來我就覺得在我們一個 大家都放低對愛情的要求 就覺得那東西不存在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說我們感情生活中 沒有那麼多的雜音 或者說醜陋的事情 但是美好真的是存在的 是的 我覺得要相信 是吧 而且更讓我覺得 就是對我現在這種狀態更有啟發的 就是他們中間經歷了那麼多 那麼多的事情 如果任何一件給到我的話 我都會覺得 可能那就是走不下去的理由 所以剛才我聽你說到就是 你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走下去的問題 那麼你覺得就是束縛 你的這種障礙在哪裡 為什麼不可以給自己放空一個夢 就去那麼做 沒有 我放得挺空的 而且我說了 沒有 我說我有必要 我也有責任保護我身邊 愛我的所有人 我的家人 所以我只是今天沒有 就是很徹頭徹尾的 矽枝末節的指信點名的 怎麼樣的跟大家在說話 但我覺得我還就是 我的態度 我覺得包括我的心態還滿OK的 我不知道怎麼用語言表達 可能我一直沒跟 就是說包括媒體公眾 分享我自己的私生活 包括大家有一度還比較關注 然後怎麼樣了什麼的 你現在兩人還在一起嗎 就這種話也會問 我們不是說一曬幸福 這事就要黃 不是有這個邪念 但我覺得那個東西 不是這樣方式的 不需分享的 如果踏踏實實地過的時候 所以我會更欣賞 楊蘭姐剛剛說到王猛 就是她們那種情感 她們那種婚姻 她們那種浪漫 那種幸福 兩個人享受了一個輩子 一輩子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東西可能 是我比較崇尚的一種方式 對 她們那種古代的壁畫 對 敦煌你們那種 有 怎麼黏花一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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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朵蓮花 蓮花 對 我以為劉妍讓徐若瑄躺著唱 她應該跟那個 跟那個 導演過來 她 別唱了 來跟我們說一說 你現在的都在忙些什麼吧 對 最近在寫論文 可以介紹一下 劉妍現在在讀博士呢 我的天哪 劉博士 你現在的形象又特別 真的不得了了 又一種高大了 對 就是有那種 好像命運 關上一扇門打開一扇窗的感覺 對 而且這事兒比那個事兒 就還來得緊迫 我今年大概11月份要交10萬字 我現在寫了1萬字 對 真的嗎 今天我們至少佔用了你三天 一個時間 寫什麼主題 對不起 我們都不太理解 我的那個題目是 中國古典舞手舞研究 所以就 我自己實際說實話 就學術的研究角度上 我非常喜歡 但落實到寫的上面 就真的很苦 我覺得不亞於練功 那你會在家裡 那你會在家裡 找一些資料也挺難找的吧 沒錯 是不是得找什麼古代那種壁畫 對 敦煌裡面那首 有有有有 怎麼黏花一笑人呢 是不是 對 理論大小子 一般都不會做的事兒 我都知道 對 是 是要找那些包括戲曲裡的 然後敦煌壁畫裡的 然後包括還有佛教手印裡的 就很多東西就要去找資料 你給我展示展示 對 因為我覺得手 對女孩來說特別重要 就是守著一個非常 你看這紅芝姐弄 我教你們誰 我教你們三 觀眾也可以 一塊兒 一塊兒好不好 好 超美 對 我們做一個 就是古典舞小舞花 變化來的一個東西 這樣 我們這樣 雲手 有 真的怎麼弄呢 你看它這個是小舞花 是啊 天啊 你看啊 你看這是小舞花 我也不會來 這怎麼弄呢 然後我來一個 我說我現在做的 你看啊 是這樣 它是有一個手指打開的這個動作 輪指的 這樣 天啊 又一朵蓮花 花花 敦煌壁畫對於守舞來說 只是冰山一角 那麼手部的 包括還有龍仁的動作 比如龍仁說心 他不能發音 他要做這個動作 對 他說我愛你 愛這個 對 所以就是在很多語言的手語的表達上 或者說舞蹈語彙的表達上 它有特別多需要做的內容 那麼導師一直提醒我說 我們來幫你開個頭 真棒 太棒了 今後你的路就要開始了 我覺得這是件特別值得做的事 而且好像你已經開始在這個方面 實際地在創作一些表演的項目 比如說徐若萱 你們有一個合作 你們有一個合作 合作叫容光是吧 那個可能是臨時性的一個合作 臨時性的 對 倫敦奧運為了北京祝福你這個主題 我們在央視一套會播出這麼一個大型晚會 我們當中有一個合作的表演 那麼這個節目實際時長是三分鐘 我們每人站到一分半 就是我其實前一分半我來跳舞 然後結束以後他來唱歌 就是實際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也覺得就別管跳什麼 就我覺得我的輪椅在北京祝福你的 這個舞台上待著的時候 可能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 跟大家介紹一個小故事 也可以反映出這個女孩子身上 所產生的一個變化 她跟徐若萱的這個合作 本來是這個時間一人一半的 然後她最後的那個八拍的動作 她就自己慢慢撤下去了 把舞台留給了徐若萱 然後希望大家那個時候 把目光是放在那個歌曲 那個歌者的身上 我覺得這對劉燕來說很不容易 原來要獨霸舞台 你們都別過來這種 對 而知道說我要表現一個作品的完整性的話 我可以退開 我把那個聚光燈的位置 讓給我的合作夥伴 是 我覺得真的為你喝彩 這個 我以為劉燕讓徐若萱躺著唱 她應該跟那個 跟歌跟導演過來 她別唱了 比如說我這個姿態 或者叫Pause 我亮在那時候 就燈光師那個定點 她是不會收的 就是她一直在 就是恨不得她唱起來 我這還在待著 然後這時候那個攝影師就 該轉不轉 轉不接不接 怎麼會這樣轉 時間出問題她上早了嗎 她們會那個 但就是我聽到那個音樂到時間的時候 我自動把這個動作一收下來 你擺到日常狀態 燈光是很專業的 收掉 我下去 那麼那個時間段實際是給到她的 那我也會覺得就說 這是兩種心態 楊嵐姐說得很對 實際我覺得 在做年輕演員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她唱的時候 或者是該她表演的時候 我佔掉這她兩個八拍 對 沒錯 我就使勁做動作 對 我就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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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拿走 現在就會覺得說 我要提早一點點收 然後給她時間 就心態會變化 而且我會覺得 因為我很重視這次表演 一分多 我相信她也很重視那一分多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做完我的一分多 給她那一分多 對 其實這個 有的時候我覺得命運的 它的奇妙之處 不在於它發生了什麼 而在於你打算 對這個發生的事做點什麼 所以你有很長的時間 去證明你將要做到什麼 所以我們也都非常地期待著你 好 謝謝